澳门就制定民防纲要法,进行公开咨询现场,人民网记者苏宁社,人民网澳门7月11日电记者苏宁,为使澳门的民防制度,更符合世界公共安全发展趋势,进一步完善民防市场, 事务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,确保预防和戒备工作有序开展,政令集中,信息流通,提升社会对灾害事故的应对意识,防范能力和执行能力,引导民间支持力量配合整体民防行动的有序开展,自6月28日开始,为期45天的澳门民防纲要法,公开咨询将举办7场咨询会,其中4场对象为公共部门,民防架构成员, 社会团体,教育机构及业界代表的团体咨询会已经结束,另外3场对象维权澳市民的公开咨询将于近日举行,相关专题网页也同时开通,特区政府保安司司长黄少泽 希望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的意见和建议,完善修法方案,及时开展各项革新民防工作,让社会能够共同有效,高效地预防和应对各类民防安全风险,特区政府在公开咨询意见中表示, 去年的超强台风天歌,对澳门造成严重破坏,经解讨整个运作过程,政府,社会和居民,在应对危机和灾害方面存在不足,其中,民防行动统筹协调制度,和相关工作机制,也有改善空间。 澳门现行规范民防工作的第7292M号法令,沿用至今已超过25年,经参考国家减灾委员会专家组的建议,特区政府着手言,就完善现行的民防法律制度,务求让民防体系能够更好地统筹,协调公共部门,私营机构和民间的行动,形成最大的社会合力,针对民防纲要法中建议设置的虚假社会预警罪, 当宣告进入紧急预防状态后,造谣或散布谣言行为,可能被处以最高三年徒刑,在社会引起的不同争议,澳门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赵国强,在接受澳门本地媒体访问时,从犯罪所侵犯的法义,构成的理论与事件,以及犯罪禁合的角度三方面提出看法。 他认为就行为侵害的法义而言,在民防纲要法中,设置虚假社会预警罪,显然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,但若要定罪,就不能简单地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去理解恶意。 应当将恶意解释成刑法中的故意,即虚假社会预警罪,只能由故意构成,过是不能构成此罪,同时他认为要构成虚假社会预警罪,除了要有传播虚假信息的故意外,客观上也必须具备时间、信息及行为三个方面的要件。 赵国强表示,在民防纲要法中,规定,虚假社会预警罪,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,同时符合澳门刑法。 在单刑法律中,规定独立罪名的刑事立法特点,在具体拟定条文时,他希望从罪行法定的原则出发,将此罪的主,客观要件,规定得越明确越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